106學年度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進入十六強的環節 來自桃園市的衛冕冠軍 忠貞國小 對上去年全國第五 來自新北市的泰山國小 雙方一路廝殺到延長賽 泰山是靠著隊長江信偉的罰球 和六年級前鋒邱祈瑞的關鍵拋投 以37比35 扳倒衛冕軍晉級八強 最近幾次的隊長 我們都是輸球 而且都是領先被逆轉 所以說我們還只能看待性 我不確定是不是已經到位 對 那經過今天 我相信他們會再有所成長 我們把對的事情做好 贏球的機率就會增加 我們先不去想說輸贏的結果 我們只要讓孩子去享受比賽 這樣 對 輸球之後 忠貞國小的連霸之路 確定告一段落 這支球隊的主力 大多都是六年級生 明年他們就要各奔東西 無法再跟彼此一同奪冠 小選手們各個哭得傷心欲絕 賽後忠貞教練 除了勉勵子弟兵 也不忘肯定對手 在這場比賽的表現 對手泰山其實表現都很穩定 都很好 他們的切入 說實在我們都很難擋得下來 真的要同牆鐵壁 才擋得下來 那大家只要在球場上全力以赴 都是值得加強鼓勵 那我們回去大家都會請小朋友 去吃一頓大餐這樣子 讓他們開心的畢業 在球場上勝敗乃兵家嘗試 能夠讓這些小選手透過比賽 來證明自己 同時學會尊重對手 並且快樂地打球 才是這項賽事最重要的目標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在這間市場上證明